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其他的都是案子努力送 但电视台也犹豫不决 因为觉得现在的经费 好像电视台慢慢慢慢 就诚如好几年前讲 将来的电视台就会变成购物台 已经慢慢是变这样 很多台湾的自治率 他虽然规定自治率 他拿出来节目只是拍一拍 他也不管收视率 他只管重播变自治率 但是台湾已经变成这样了 所以你看最近这几年 哪有什么新节目推出 所以各位要期待 T台的新节目 那瓜哥这个新T台新节目 现在入到现在感觉是怎么样 哦 得心应手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是制作新的版本 不能透露 我觉得很得心应手 而且来的人都是 你没想过的人 绝对不是过去 在制作新里面看 我们尽量跳出那个 跳脱出那个模式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一心们 你应该要宣传你的节目吧 没有啦 那你请知道 没有还要借什么 但我们变竞争欸 没有啊 只有会跟他们在打打打 我们都是这种时段 师徒对姐 对啊 他永远都是我最好的独立之一 对啊 没有竞争 因为我的来源也是 我问你 到现在我还在纠正你的问题 对啊 而且我录影完 年代的百变制作新 录完第二天 瓜哥又打来问我录的怎么样 我超感动的 就是他还会关心我 然后我会跟他说 我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 那他本来一开始是先跟我说 做节目的角度 你要怎么去调整 但是后来跟我说 不过你还是要看电视台的台性 每个电视台台性不一样 然后尽量不要得罪了 然后我就不敢讲 总而言是最后结议句说 赚钱最重要 对啊 那瓜哥觉得小娘 这个主持人怎么样 我还真没看 真的 可是小娘 小娘 对啊 也是很有 台湾恐流 你来讲 她是我看过 脾气最好的主持人 比瓜哥好吗 因为瓜哥在录影的时候很要求 就是针对我们的专业上面 然后小娘 他知道他的用处是在哪 就比如说做效果 所以每个来宾来开场为了乐场 先把他骂一轮 他都笑笑的 然后我都说我们很像建案的 我们如果一支节目出去的文轩 会很像建案 人家是闹钟取静 然后我们是闹钟取智 就是大家会嘻嘻哈哈 一直开他玩笑 一直骂他 然后有时候赵哥来 赵哥直接骂髒 那个账号我们修不掉 然后就在慢慢带录一些意志 所以就录得很 意志比重没有以前 欢乐制度的心这么高 但是就是轻松 那瓜哥我相信 他的新节目的意志取向 会再更 比重会更多一点 所以我们两边 其实没有竞争的关系啊 对 你怎么包秀 你这么聪明 一定是竞意志 怎么可能叫你去搞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表演 你害瓜哥语色 哈哈哈哈 你就看到我旁边这些主题 讲话都是 哈哈